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想见黎明真的不容易 除非有狗仔队的超级遥距 望远镜只能见到他一只手指一条头发 不过这一天内地某大学的学生就有福了 为了宣传代言品牌 黎明就预驾亲戚去到杭州出席活动 不用忍受雜誌超梦碧镜头 整个清晰版黎明 无花无假站上台和大家见面 整间学校的学生都差不多逼入离堂里面 还有不少男女学生自制 我爱黎明指牌 忘我大叫黎明 见到这样的情形 Leon都说很想读大学 因为他父母都是大学生 学生们见到Leon固然兴奋 还说有很多东西要向对方请教 话口未完 一位女学生就说要唱首歌 请Leon指教指教 他还先下手为强 一手捉着黎明的玉手 情深缓缓向着黎明大唱歌 你爱我都想有什么重要 你爱我都想有什么重要 也许大胆的走过天涯 还想最后才知道 停止 听得见你心脏 祈祟 祈祟 謝謝 不知道是否去到杭州 暫時遠離香港狗仔隊 黎明也放鬆起來 對著學生不時展露親切的笑容 對粉絲更加有求必應 但有個同學在情不自禁的情形下 一時誤會黎明是黃大仙 說要借黎明壯膽 公開向暗戀的女同學示愛 就連黎明都要稱讚她是勇敢的中國人 我相信這位同學非常美大 因為難得在這麼多人面前去示愛 是一份很大的勇氣 所以證明她的愛是非常純粹 所以我覺得這點應該很幸運 今天真的很幸福